台中市发展铁路高降化 未来后站的大支路将往前站的方向打通 只不过这中间存在一栋补习班大楼 业者为此向市府提出诉求 希望能将道路稍微转弯 避免大楼拆除 只不过此举引发支持拆除的民众不满 在地方代表的算令之下 前往抗议 大支班 抗议收拾集完 大家干什么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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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什么 你都没抓 我没想 此时一名自称地主的男子 出现在抗议现场 随机一发导火线 双方爆发冲突 谁 谁 谁 我旁边讲 我旁边讲 大支路这样过来 我们这棟是合法的 建筑物 盖了十年超过 我们申请的时候就是商业用地 我们申请的时候就是商业用地 今天你要把他打通 政府有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们讨论 我说遇到财团就转弯 舍直取 Psalpt 这个我担心说 这个也是阻碍了东区跟前站的发展 那好不容易等到的都市 这个铁路高架化了 我们东区要开始起飞了 那又因为这栋大楼的组合 民众认为道路就是要直线开辟 才有利交通发展 不过地主大骂 这测事件简直是大普强拆了翻版 强调大楼用地是商业区 使用证明完全合法 为何道路非得要如此开辟 将大楼视为阻碍 你们的权利说这样是对的 我们的权利在哪里 大普事件又重演吗 这样是对的吗 12楼呢 合法建筑物呢 你怎么搞错啊 这条大字路打通是还没有定案的 那这个案子在内政部现在正在审议 它是合法申请的 那是一个12楼的一个补习班 那当然啦 我们针对这个部分也要审慎考量 那最主要这个拆除的费用 也相当的庞大 出估大概要9.2亿元 读法局表示 九重大楼因为高达12层楼高 如果真的要拆除 估计得花将近10亿的经费 市府建议不指出 整个都市计划目前还没有完全定案 因此未来道路到底会直线开辟 还是稍微转弯 将广纳各界意见再行评估 记者红加红 人就去了